欢迎两位 41 41 人到中年刚好 这个怎么是个待业的状态呢 帮朋友来的 后来没成 帮朋友创业 创业失败 对 怎么怎么这一脸委屈的呀 你今天是我要来的 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就是婚前婚好 然后的态度就是差的特别多 而且我结婚以后呢 跟他妈妈相处的并不是特别融洽 在这个家就是 感觉像是一个外人一样 因为我们两个恋爱的时候 每天他都会给我送饭 就是每天三顿送 可是结婚之后呢 就转变就很大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因为我还是挺爱他的 我就希望就是各位老师 还有主持人你们能帮我 就是大家能帮我劝劝他 看看能不能让他改变一点 因为他现在就是 对他爸妈 对他朋友都太好了 行吧 咱们心中婆婆开始说吧 就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就觉得他们家 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 什么时候 就是因为我老公之前 他上班都是加班 但是我婆婆每次都会给他留饭 然后而且都是新鲜的 现炒的 就是反正每次都是 在他回来之前就做好 可是呢 就是有一次我们单位加班嘛 结果我回来以后呢 连灯都关了 那是因为你给家里发了个信息 你说不用等啊 那是家里认为你就不回来吃饭了 在单位吃了 而且我回来有连灯都灭了 我都感觉没有人在等我回家 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就觉得 伤害很大 对 而且我们俩以后有了孩子 矛盾就更大了 孩子不舒服了 我就说走吧收拾东西 我们去医院吧 你知道他去找他妈去了 结果他跟他妈出来告诉我 说不用去医院了 你个老人有经验 我问的很正常啊 那后来是不是去医院了呀 主要孩子太小 你去医院也不好啊 而且你不发烧的话 你去医院干嘛呀 那如果说刚开始有这症状 我们去医院的话 他后来他就不会发烧了呀 不是什么病啊到底 就是感冒 就是感冒嘛 他有一些长脚痛 肯定就是跟魏范有关系的 问题是我回来 又跟他妈说完这个结果 他妈也没有死后觉得愧疚 你知道吗 那我就是这孩子呀 你不能让他受这几件罪 他才老是帮着他们家说话 而且他对他妈 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他给他妈个个节日 从来不落下 今年这个母亲节的时候 他就说快到节日了 咱们给妈买个礼物吧 我说那买吧 结果呢就是他买了 就买了件衣服啊 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我当时就说 老公我又没有礼物呀 这大哥说什么呀 他说那我给我妈买东西 你让你闺女给你买的 你这说的话是 哎呀我真的 对那半个字没说出来 不是人都要了 你给买一件怎么着的呀 因为母亲节嘛 我这人就是 尤其是不是母亲啊 也是 我这个母亲节我不要 我可以 西西 我说哎 我说你让我们同事 他男朋友给他送了一束花 在单位 我说特别好 特别浪漫 然后我就在暗示他们给我送 可是呢我下午回家 晚上吃饭的时候呢 他们又回应过 我婆婆在饭桌上回应我了 我婆婆说 哎呀我什么花呢 花后味的 然后又不顶吃不顶喝的 说的也没错啊 而且以前我也送你花啊 以前 以前教师节的时候 我把99个玫瑰 我整个送到你们单位的 那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结婚之前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 你的礼物了 我觉得我要一个花 我也不过分呀 我在意的是 我们俩的私房话 让他妈来提出来 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 家里有什么可隐瞒的呀 那你跟你妈之前 你们有秘密的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们家有什么事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我怎么说什么话 你有什么秘密呀 因为我不知道呀 所以我上哪说的呀 你不是因为没秘密呀 行行行 问问问问 为什么一定要跟母亲住在一起呢 咱们搬出去住 这矛盾不都缓和了吗 因为现在没那么 没那么那个经济条件呀 然后孩子也小 中规孩子也得有人看呀 所以打你心里 就没打算搬出去是吧 我心里想的是不搬出去 可是您现在不是就在家待着呢吗 您带闺女不是更好吗 带主要是孩子吧 你说我老带着吧 有时跟她玩着玩着玩着吧 也不行 就得我妈来带 所以是你离不开妈 也不算是吧 我就觉得这样 对大家对家都好 好的 你好 我av辣了 很好 你 小他 我 去 我 我 我们